已经迫不及待了吧 我们先来在桌面上启动颜色分解这个玩法吧 我们屏幕上已经有了两个玩法的启动图标 双击我们颜色分解这个应用的图标 等待程序加载完成 这个玩法有三个功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功能 颜色分解 在识别区域内放置一个蓝色的方块 当识别到之后 会将对应的蓝色方块进行假取 然后放置在地图上颜色分解区域的蓝色位置 如果我们放置的是绿色的方块 JTM会将绿色的方块放置在分解区绿色的位置 这里大家注意 如果识别到之后机械臂夹不上来 那需要我们前往附录参考机械臂爪子部分的调节 对爪子进行偏差调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功能 移动跟随假取 这个玩法JTM会使用算法 计算方块移动的方向 控制舵机进行转动 当方块停止移动三秒钟之后 机械臂就会进行抓取的动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第一个功能的延伸 我们在第一个色块夹取后 便可以放置第二个色块 如果第二个色块和第一个色块是相同的颜色 那么JTM便会将方块像叠码垛的形式一样进行堆叠 好这个玩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需要退出这个玩法 双击屏幕上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就可以关闭玩法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玩法 垃圾分类 我们提供了12种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图片 一共分为4类 每一类都有3张图片 我们先将模型图片的卡纸用胶水贴在我们的大木块上 每个木块我们可以贴多个贴纸 双击我们垃圾分类这个应用的图标 等待程序加载完成 因为这个算法我们使用到了机器学习 需要加载模型 所以它的启动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将前面贴好垃圾图案的木块放置在摄像头识别的区域内 JTM就会根据训练好的模型进行识别 识别完成之后 机械臂会将对应的木块进行夹取 然后放置在对应的分类垃圾箱里面 夹取完成之后 如果我们需要退出这个玩法 双击我们屏幕上摄像头区域就可以进行关闭了